北京时间11月11日,在今晚结束的一场CBA常规赛中,辽宁队课长111比100击败了老对手四川队,虽然球赢了,可本场比赛中,出现了不少争议叛法,恐怕会让辽宁球迷依旧耿耿于怀。 由于当年在总决赛节下的梁子,每一次梁明队与四川队相逢,必然会达到火怀四季,甚至今年的几前赛上,郭艾伦还写些与对手产生冲突。 而此一郭艾伦虽然受伤,未出战,可场上多次的争议叛法,仍然让比赛充满了火药味。 上半场比赛,韩德军和辽宁就曾多次是一四川队的球员打手办规,而下半场比赛,裁判的判法更加让人摸不到边际。 富兰克赢得一次一次,24秒到12在1,让郭世强摇头苦笑。 而第四节比赛中的一幕,更是让辽宁将帅彻底无语。 当时辽宁对82比83进落后一分,哈德森三分打铁,球弹框而出后,四川队的球员收下篮板球。 辽宁是图场断,结果被吹罚拉手犯规,而让人没想到的是,裁判想上之后,直接做出了维体的手势。 被吹罚了维体犯规的杨明,也激起无奈,他先是愤怒的判了下地板,随后起身后连连冲裁判搬手,可裁判却坚持自己的判法。 即便王明一度无奈规递,也没有改判的意思,最终辽宁队也只能服从裁判的吹罚,可这次吹罚显然让人有些摸不到头脑,因为仍明明显是奔球去,同时犯规动作也不大。 而也说本场比赛的著名评,论员杨毅就表示,维体,这球给维体,这就是放手不让动了呗,由此可见,裁判的这次判法,确实存在较大的争议。 Snake